东汉末年 三国枭雄曹操 邪天子以令天下诸侯 汉宪帝流邪 成为曹操的傀儡 曹操为了较好的把皇帝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于建安十八年 将女儿曹县 曹杰 曹华三姐妹 同时送入皇宫 成为汉宪帝的妃子 据魏志文帝记记载 曹操一生共有三十一个孩子 其中有二十五个儿子 六个女儿 曹操出手 相当大方 一下就把三个女儿送给了汉宪帝 可谓是送掉了半壁江山 次年 在曹操的安排下 三个女儿都被封为贵人 那么问题来了 曹操的三个女儿与汉宪帝的感情如何 他们最终的结局都是怎样的呢 一 长女曹县 曹操的大女儿 历史上对她的记载很少 通过仅有的一些史料可猜测 曹县为人贤惠 且姿色过人 与汉宪帝相敬如宾 具体是否曾为父亲曹操监视皇帝 就不得而知 曹批继承为王后 很快就逼迫汉宪帝禅位于她 并将皇帝贬为山羊宫 从此之后就没有了曹县的记载 死后与县帝合葬 并被追封为孝县曹皇后 二次女曹节 曹操的二女儿 如果之后先后被封为夫人贵人 当时汉宪帝的皇后为福寿 他因不满曹操残暴写密信给父亲服完 让他设法除掉曹操 因此是被人告发 福寿被曹操所废 并将他囚禁致死 之后曹操以国不可一日 无皇后为名 让汉宪帝立曹节为皇后 如果按照年龄来说 曹操比曹县要小 为何曹操会逼迫汉宪帝 将他立为皇后呢 原来曹操虽然不是长女 但她是辩夫人所生 与曹丕曹直及曹张等人是亲兄妹 也是曹操的嫡女 身份要比曹县要高 曹操嫁给汉宪帝后 尽可能的维护丈夫的利益和人身安全 真正做到了古人所谓的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曹操去世后曹丕极不可耐的 逼迫汉宪帝让位 看到兄长曹丕如此逼迫自己的丈夫汉宪帝 曹节相当愤怒 并当场诅咒曹丕 老天有眼绝不让你长久 果不其然曹丕做了几年的皇帝就挂了 汉宪帝被废为山羊公 曹节为山羊公夫人 她仍然对丈夫不离不弃 诠释了什么是不离不弃 景元元年65岁的曹节病逝 嗜好羡慕皇后 按照汉朝皇后的礼仪下葬 和汉宪帝合葬于禅林 客观来说 若没有曹节的庇护 汉宪帝恐怕早就被害死了 曹节的做法令后世人感动不已 三 三女曹华 曹华 曹操的三女儿 母亲为贬夫人 从小深得父亲曹操的宠爱 长大后 曹华也曾希望遇到自己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但在父亲的安排下 与两个姐姐一起成为汉宪帝的妃子 关于之后的事迹 史书上没有记载 甚至什么时候去世的也没有记录 如果仔细分析 就会发现曹操之所以把三个女儿都嫁给汉宪帝 并不仅仅为了监督她 而且是为了保证汉宪帝的生命安全 若不是这他们三个的特殊身份 估计曹丕早就对汉宪帝下手了 汉宪帝之所以能善终 要感谢她娶了曹操的这三个女儿 尤其是二女儿曹杰